真的也是形势逼人 前几天你说阳性了 然后在家休息 那个社报局 那个国家的部门出来讲话 说你阳性在家休息 大卫要给开工资 现在形势大逆转了 这个急昼报道 急昼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媒体了 那肯定也是官媒 形势急转之下 他采访了五个医院 这个五个医院 其中采访到了 邢台的某医院 邢台某医院医生就说 要阳性了 在家休息 要扣奖金扣工资 这样可不好 这个还是要善待一下 我们这个白衣天使们 善待一下我们这个医生们 他们在家休息 还是给他发钱吧 我知道那个边境部门 有一个哥们做了一个报道 和边境的那里 边境的那边 人来人往边境这边 就是几条狗趴在路面上 停了三年了 那说三年那些个人 你肯定是给人开工资吧 当然那些个都是公务员边了 医生是事业边 这个事业边比公务员边 差一个等级 这样不好 还是给医生们开工资 好一点的 我们呼吁 善待医生 边境那些个公务员 给他们减办 他三年没上班了 还在那里 还这么滋润 干什么 不让他们去送快递 他们凭什么 什么活也不干 就拿缺额的工资